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观光经济 过去曾经是亚洲指标 香港 但是四天的耶旦假期情况非常不乐观 它的假期头两天 访港的旅客总计不到37万 只比假期前的普通的周末小幅上升了12% 但是相对的 香港人离境到北上深圳过年的 每天都超过百万人次 香港的商家根本没有分享到任何耶旦荣景 而深圳的餐饮住宿的CP值更高 加上中国大陆过去三年 其实他们的境内旅游快速发展 香港要吸引路客必须要仔细想想 除了买跟吃之外 香港有记忆点的观光特色 维都利亚港边的灿烂烟火 让现场观看的人们忍不住赞叹 满天白色雪花降落在邮轮甲板上 民众抢拍着犹如置身北国的美景 在当前中国大陆各地方政府不鼓励过耶旦等夕阳节日 各级学校甚至发布不过耶旦节倡议书的情况下 作为耶旦气氛最浓厚的香港 特别从平安夜前夕的23号持续到26号 每晚演出灯光烟火秀 希望吸引人潮 香港蓝贵方也在平安夜当晚封街庆祝耶旦 凌晨时分更集体欢呼 互助平安 港人过节气氛浓厚 与今年耶旦紧跟在周末之后 让假期延长到四天有关 然而与疫情前到处可见的陆客与外籍游客相比 今年耶旦香港市况明显得靠在地人撑场 而港府与商界高度期待的大批陆客来港过节 今年耶旦却没有如期出现 从出入境人数来看 今年耶旦假期一开始的周末两天 香港入境旅客总共约36.2万人次 其中陆客只比前一个没有假期的周末小幅上升 但增加比例不到一成 海外旅客更只有7.7万人 此外旅客来港的目的也不一定是为了感受耶旦气氛 因为比较近啊 而且我们来想看像三星堆 三星堆就比较特别因为它可以运到过来 这边也比较近广州嘛 对如果我专程去看它的原产地看的话 比较远 甚至耶旦假期导致香港住宿价格飙升 也让陆客在规划旅行时得更精打细算 交通跟那个住宿的话 已经可能一万多 人民币一万多了 当然四万 酒店我们订的是一千块左右的 那边半岛那边太贵了 快要六千块一万了 朋友推荐我们住半岛 但是发现节日涨价翻倍了 他们之前订大概两千多块钱一晚上 像我现在没有购物的需求的话 那肯定休闲为主 不仅预期中的大批陆客买买买没有出现 相反的大批香港人选择在难得的四天长假 与亲友们相约北上深圳过节 有些港人连聚餐都去深圳吃饭 一旦假期开始至今三天来 每日离港北上的人次都超过一百万人次 这个数字是入境香港路客的七到八倍 其中廉价第一天的十二月二十三号 香港初级人次更达到一百零七万 创下告别疫情以来的新高 港人把节庆消费投入深圳 相对让香港本地无法开创出预期的市况荣景 酒吧业者就坦言今年夜旦假期的营业额比去年少了三成 旅游业者指出中国大陆的旅游观光产业 在过去三年因为疫情封关 推升国内旅游下竞争力大幅提高 因此认为香港必须要加快服务品质改善等步伐 才能在竞争中赢回路客方心 好的服务之外还要有足够的特色 才能留住旅客的心愿意多次回访 例如在烟花表演中特别闪现的HK字样 让人记住香港 香港的英文开头两个字 香港两个特别好看 没什么圣诞的根饼人或者雪花的图案 可以多些圣诞的气氛 作为连接中国大陆与全世界的香港 要如何在中港融合下保留足够吸引旅客的特色 考验相关规划与执行者的智慧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